可是无论在什么境界里面 一定要晓得 业法 你说我们的身体 用身体来说 我们讲物质 我们的身体 从外面看 眼耳鼻舌身 这五官 身体里面 五脏六腑 这么多器官 组成的 横复杂了 每一个器官怎么组成 每一个器官是细胞组成的 细胞是分子组成的 分子是原子组成的 原子是粒子组成的 你一起 往里面去分析 分析到最后 这叫做基本粒子 这个基本粒子 随着科学的 这个进步 他也没有一定的说法 越说越越细了 现在这个 这个量子 科学家的时候 称为量子 最小的是量子 是这个东西组成的 整个宇宙 人也好 动物也好 植物也好 矿物也好 全都是这个东西 组成的 真的 一体 没有差别了 为什么说一体呢 没有列 或者我们讲这个量子 量子就小光子 每一个小光子 都是圆明绝得 都是圆满的 自信里面 所有的得能 智慧 得能 向好 就在那个小光子里头 他通通去除 每一个小光子都去除 那像我们的身体一样 每一根寒毛都去除 每一个细胞都去除 这我身上的具足 跟你身上的具足 没有两样 是一样的 我们人身上所具足 跟动物具足没有两样 跟植物没有两样 跟山河大地 没有两样 真搞清楚 搞明白了 你会承认 肯定了 变法界 虚空界 跟我是一体 不管我有意无意 起个念头 这个念头 变法界 虚空界 所有一些物质形象 统统接受到 我们动个念头 好像那个 这个这个 呃 法报机一样 我们的信息 发出去 啊 所有这个物质形象 他统统都接受过去了 他都知道 啊 而且速度之快 超过光 超过电磁波啊 啊 我们在还原观里面念到啊 念头采取 周边发界 啊 周边发界是将他的速度 啊 所以 无论是善念 是恶念 是静念 是染念 啊 念头采取 变法界 虚空界 能瞒得了谁呢 啊 会瞒自己 因为有些修念的 是自己不知道 啊 六道的众生 有一半能瞒到 有一半瞒不到 啊 哪一半呢 在我们上面的 色界天 无色界天 我们瞒不过它 啊 欲界天 也可能会有夜满 啊 四圣法界是 更瞒不住了 啊 那摄方 诸佛插土 当然通通接受到啊 啊 这是四十真相啊 这是华言境界 啊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